中国东方航空发生了坠机事故 那么总统所搭乘的行政专机 也属于同机型737-800型的飞机 在安全上来说是不是有所疑虑呢 国防部对此表示 所有机队的维护 都有依照既定的维护计划来实施 所以在非安上来说是没有顾忌的 中国东方航空波音737-800型客机在广西坠毁 同机型在过去16年之内就发生至少16起意外 台湾的华航也曾经遇上两次意外事故 而总统搭的行政专机空军1号已是737-800型 过去也曾在例行保养时 发现配置在左右两颗引擎上的其中一具发电机故障 最后急忙由华航维修 修复之后才让空军1号归队执行任务 空军在所有的飞机的机队维护上来讲 都要依照既定的维护的计划来实施维护 所以在非安上来讲都没有什么顾虑 尤其像这样重大的意外 在波音公司它一定会有一个技术通报 给全世界来做参考 那我想我们都会掌握相关的讯息 来确实维护我们国家的飞机安全 国防部强调总统专机目前安全无余 而就在东方航空发生意外之后 都也会第一时间表达关切 如果有需要我方也愿意提供必要协助 这是非常大的悲剧跟憾事 中国如果有需要我们任何协力 我们都愿意尽力 同时对受难者及家属 我们致意致哀 同机型客机进来 非安意外频传 总统非安等同国家安全 一旦发生意外后果难以想象 相关维护维修作业 轻忽不得 记者是李赫荣台北报道